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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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有夠讚 歡迎 歡迎 歡迎歡迎 有夠讚美食加菜菜的 這裡面做的超油餅 實在有夠讚 歡迎來到舒華淘姐 老婆竟然愛心和包蛋 實在有夠讚 人氣好美喔 謝謝 來 媽媽拿手的東坡肉 實在有夠讚 歡迎你的 終於來了 都會做菜的了 好 美食健康操開動 1 2 1 2 3 4 1 2 3 4 好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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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reating 1 3 4 4 1 2 3 4 4 第一是超棒的 第一是超棒的 被詆氏 lay 不是你 對不對 something 好像 真的 我們大家都是 好緊張 妳知道嗎 該怎麼腦都膨慕 對 她以前她算是我們的女神 真的 對 那時候說到蔡燦德 沒有人不知道 真的 說到她 對不對 范小萱算什麼 算什麼 對不對 而且妳知道嗎 她出道的年資是跟誰一樣的 妳知道嗎 跟誰 猜花姐 喂 真的嗎 但是厲害的是 她真的樣子都沒變 對 對 保養真好 謝謝 像燦德說 她自己做的蔥油餅 實在有夠讚 妳會自己做 妳知道為什麼 我做的什麼比這麼讚嗎 妳做什麼 因為那是我 好棒 但都沒有別道菜贊成她 真的好棒 不只是她唯一會做的菜 是 她做這道菜的時候 好 好 桃杰哥 我不會下廚 然後我老婆也不會下廚 然後我一直之前跟抱怨說 我說妳好歹要下廚一下 有一天 她就親自下廚 終於做一道菜 對 我跟你講 端出來的時候 說真的還滿好看的 然後我吃一口覺得 好好吃 好好吃完一口之後 我覺得 不對 應該要把它拍下來 所以我把它拍下來 在部落格放 永遠當作一個紀念 紀念來著就對了 你好浪漫 沒有 因為那是我 跟我老婆認識五 六年來 第一盒 她第一次吃 我跟你講 妳那個蔥油餅 我又覺得好感動 蔥油餅 好了不起 荷包蛋 我就已經這樣子了 發部落格了 如果荷包蛋只是小餐 那蔥油餅就是滿漢全息 喂 對 對 真的 百榮姐平常會下廚嗎 很少耶 我真的什麼都出來 我很誠實 我真的很少 而且 真的我們都瞭解 但是有哪幾樣妳會做的 麻婆豆腐嗎 不錯啊 麻婆很難做的麻婆 是啊 還有 她會做的是麻婆豆腐 不是 麻婆加豆腐 真的嗎 不是重到大 真的 她剛才就重複了兩次 沒有 百榮姐說的是媽媽的 冬坡肉 你知道媽媽做出來的冬坡肉 真的不一樣 可是很妙的是 媽媽不管做什麼菜 站在旁邊學 寄下來回去做 都一樣 沒有辦法 對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永遠都不一樣 我們有的時候都會認為 真的 真的 感覺 同樣去做 同樣方式做不出來那個感覺 就是沒有辦法 很奇怪 很奇怪 吃的是缺點味 對啊 而且我說真的 有時候其實冬坡肉 一倒菜就夠了 因為它旁邊的醬汁可以交反 交反 一倒菜就可以吃透透 每個人對美食的定義不一樣 今天下來我們來估價了 好 看看今天美食咕咕樂 有什麼樣子的美食 好 今天下來美食咕咕樂 今天的咕咕樂美食 黃金魚子卷 食用價格不肥 東港三寶之一的 魷魚子為內餡 外面裹上超彈牙的花枝漿 及香氣必忍的白芝麻 吃起來真是極香甜Q嫩之大成 這道還未食足的料理值多少錢 請你猜猜看吧 好 我們來馬上來看看 這好吃的黃金魚子卷 好 送到的美食小天使花筋上菜了 黃金魚子卷是用我們的 東港的一間魷魚子 我的天啊 每片的魷魚子要費時 一個月才製成很成功 我的天啊 一斤要900到1000元 每片魷魚子那個光澤 我的天啊 真的太美了 外面是我們的花枝 將它裹得很費工的 我喜歡的 這麼樣好吃的一個美食 請問它要多少錢 請顧價 好 我覺得光這個 這個一定要猜968了 968 麻煩妳在第一點 在第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要是 它錢必倒地不到太多 因為它沒大菜 800 一個整體 8之類的一個整體 880塊錢 麻煩妳在第一點點 怎麼可能 這樣的話是應該是 我知道680 680 一路發 680 680 680塊錢 680塊錢 沒有這樣子 一大盆680塊錢 經濟又實惠 麻煩妳在第一點點 怎麼可能 再低 怎麼可能 很超值 那應該是580了 580 再第一點點 好 好 有沒有可能次敗 它的數字有點快 對不對 有點小小提示 466 466塊錢 麻煩妳在第一點 好 466呢 還沒有 466 這次這雖然有點不好猜 它零頭有 有一點零頭 458 麻煩妳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有魚子 我吃定了 對 你猜 420 再高一點點 再高那麼一點點 機會來了 機會了 580 很難題 好 有8 它背掉有8 對不對 428 428塊錢 會不會太便宜一點 恭喜妳答對 恭喜妳答對 好 恭喜妳 恭喜妳 恭喜妳可以享用 我們的高雲 謝謝 恭喜妳 太棒了 對 那個香味 是會有哭鼻的 對啊 它好好有 而且它外面有這個芝麻 對不對 跟裡面的烏魚子好搭 而且現場這麼多片 真的不能放 要搭配 我們一起配 沒有 配蘋果 配蘋果 我們每次都擦那個零頭 怎麼回事啊 就是你啊 還怎麼回事 沒有 因為蘋果這種東西 放久會變黑 會氧化 真的嗎 喂 喂 好 不是 加了蘋果 它又有那很清香的味道 出來 在這邊呢 恭喜我們的 阿達這一組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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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的東西還在後面 馬上提起我們的 有夠讚 美食秀 你們有看過其他重生的男生 在這邊參加美食秀的嗎 沒有啊 還有 你們有看過 型男的主廚 他 以前是當模特兒會走秀的 趕快來歡迎我們帥氣的主廚 葉文吉 師父 好帥啊 葉文吉 廚藝經歷23年 高雄知名連鎖海鮮餐廳主廚 拿手的好菜就是北平菜 川菜 還有台式海鮮 聽說以前您是模特兒啊 對啊 有肩猜過一陣子 有走過秀嗎 有 就是服裝秀 還有那個泳裝秀 你怎麼會泳裝 泳裝是真的就穿 那樣就走啊 對 有沒有 好嗨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場 有五位來賓 只有媽媽會因為這樣子 是的 好 百人姐 喂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帥哥的廚師 要來做好吃的料理 請問一下 今天要做什麼樣好吃的料理 今天我們的金藻琉璃蝦 主要的材料有 密碼白蝦 金藻 芋頭 麥芽糖 白糖 芝麻 以及具有神奇功能的秘密武器 今天的主角是密碼蝦 什麼是密碼蝦 對啊 它就是有 生產女力 國際認證密碼的蝦子 好 國際認證 它有密碼 沒有 它是沒有黑色的那一條 真的沒有 真的 真的耶 好奇怪 它怎麼會沒有 我聽說過 這種蝦子是在那種 所以它會過敏的人吃那種蝦 吃這種蝦也不會過敏 所以這也是高級的習慣 真的 對不對 吃了不會過敏的蝦 但是這樣子 我們在菜市場買得到嗎 菜市場買不到 不好買 所以要去哪裡買 先在網路上訂購 所以搜尋密碼蝦 所以在過年的期間 有些媽媽們要買這個 來當食材的話 就可能要麻煩你 而且解決很多小孩子 會過敏的問題 對 這點最重要 吃得讓媽媽也安心 媽媽也省工 對不對 好 先切 去皮 是不是你直接用手這樣拿 你不覺得手會癢 不會 因為我有點小秘訣 請問 以上哪一種東西 適合抹在手上 防止你 削芋頭的時候 手不會發癢 不會發癢 檸檬汁 檸汁 2 沙拉油 3 泰白粉水 削芋頭防水水氧的廟方 到底是什麼 師傅現場獨家報理 先切芋頭絲 把皮去掉 好 去皮 師傅你直接用手這樣拿 你不覺得手會癢 不會 因為我有點小秘訣 請問 以上哪一種東西 適合抹在手上 防止你 削芋頭的時候 手不會發癢 不會發癢 檸檬汁 檸汁 2 沙拉油 3 泰白粉水 請假答 什麼 好 外城人道元 我覺得應該是檸檬汁 應該是檸檬汁 檸檬汁 為什麼 感覺有點像是 酸鹼中和的感覺 酸鹼中和 沒事我們吃蝦有沒有 或者吃螃蟹有沒有 都會有一缸那個檸檬水 一缸 洗手 不是洗手的嗎 你是洗手間洗澡的 不是香蝦 就是洗了手 就是讓手不會容易癢 那是去味道 不去癢 而且他現在不在去癢 沙拉油就不可能太油 越來越油 沙拉油 好 你不用想了 你們已經把答案說出來了 檸檬汁 好 我們現在來請問一下 師傅 恭喜你答對了 上了 恭喜 外城 林道遠得到一個讚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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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人下來 師傅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料理 你把它切好了 順序好快 接下來抓芋頭絲 芋頭絲 好像金針菇 好 油溫 大概120度至150度 120度 那中火 對 該很好 我剛剛看到師傅要下鍋之前 還特別把它弄鬆一點 對 把它鬆開來下了 用枕頭 而且 阿龐 像你平常那麼養生 你會常吃一些比較特別的食材嗎 像我最近去買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煮完之後 大家都以為是開心果 如果來我家吃到那樣東西 你們不要再問了 它叫做 它真的長得像開心果 是 而且一樣是像剝開吃的 很多有機的食品 我們真的要找對方法去買 不然 真的很容易花大錢 沒錯 聽說我們的阿德 有過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最近才開始學做飯 然後就開車 開到那個有機店裡去 然後就看所有的 什麼花椰菜 什麼青椒 而且營養素要均衡 對 五色 蔬菜都要有 結果結帳的時候 我還看到了一把刀 那個是菜刀 有機菜刀 對 它是 有機菜刀 真的 有機菜刀 可以有機的 大家已經沒聽過吧 然後他就開始要結帳了 他說菜刀姐 你真的有眼光 這把刀 跟你講 純手工打造的 一體成型 然後就說手工 那這把多少錢 他說很便宜 我們現在優惠2900一把 對 2900 然後我想說 那你先幫我算這邊多少錢 就是先算菜有多少錢 對不對 結果我光買個菜 結帳起來就快 不過現在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 因為它那個花椰菜 我才仔細去看 一個花椰菜 這麼大一個花椰菜 小小的而已 要250元 因為它是有寄的 產地是智利的 這樣說 因為它照顧比較不容易 它不能撒農藥 因為很多蟲蟲會想要去吃它 它會更新興去照顧 它是一種 剛去培育的時候 它是炸蟲 大家可以看到 好漂亮 它炸完之後 很漂亮的感覺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零食 好脆 好脆 好想吃 很棒 苦感抽好了 可以給我們試吃一下 可以吃一下 對 也是要太多了 我們只是要想說 把它過個游離 沒想到其實就是一道美食 好好吃 對 可以取代 給小朋友吃取代薯片 對 我們不會吃太多的 對 真的好好吃 好香 它感覺很脆 超脆的 很棒 而且不油 油炸就好 都不需要再做任何料理嗎 什麼粉都不需要了嗎 不需要 不需要 好方便 可是重點是要怎樣 把它切成這個絲 對 這可能就是您自己的問題 我建議你 可以叫阿德 去買那個有機的菜單 有機太大 好 接下來師傅我們要做什麼步驟呢 對 來炸白蝦 師傅你今天的蝦子是用 聽說你師傅是用冷凍的熟白蝦 對 冷凍熟了 已經熟了 那是不是解凍後我們就可以吃了 對 都已經熟了 所以解凍就把它吃了 它已經經過第一道料理 之後我們趕快急速冷凍 我來保鮮 完了之後我們買回去 解凍就可以吃了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還要炸 因為高溫下去油炸 是要讓它外殼酥脆 好 它也可以聞到蝦子的味道有沒有 所以剛剛那蝦它的意思 就有點像我們那雞尾酒蝦有沒有 就是冷凍結凍了以後 結凍以後就可以吃 而且它已經中間有處理的過程 把那個尖的地方有沒有 都剪掉了 對 所以你拿回來的時候也不會刺手 也把它的虛尖刺 還有眼睛 眼睛 剪眼睛是預防它高溫油炸的時候 會爆開 其實它時間也是要掌控它 大概多久的時間 我們如果炸的話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目測要怎樣 我們就可以讓它起鍋了 大概炸個一分鐘 一分鐘左右 師傅我想問一下 像冷凍鍋的東西 我們比較不好分辨 它是新鮮的跟不新鮮的 那要怎麼分辨呢 有一個秘訣 聽到秘訣就考考你們大家了 當然應該是了 請問 不新鮮的冷凍熟蝦 會有哪一種特徵呢 一 腮部呈現青黑色 二 腮部是黑色 三 蝦頭呈褐色 二 請 搶答 這麼快 妳自己醒了 對啊 妳剛剛有在這邊嗎 妳剛剛有在那邊嗎 妳剛剛有在那邊 對 我牛排之後第一名的是蝦子 我最愛的食物 開玩笑 我一定要答對要吃這道 這道食吃 所以 這個一定是蝦頭成果的事 因為我們常常喜歡吃蝦頭 你知道嗎 蝦子新不新鮮 有些人會懂吃的 會把蝦頭扒起來 然後去吸那個雞 對 所以看蝦頭新不新鮮 就知道這是蝦子新不新鮮 是嗎 請問一下師傅 我們的豪姐哥答對了嗎 恭喜妳 答錯了 好 謝謝 我自己用的討論 另外兩組請搶答 加油 1 蝦姐怎麼感覺妳講起來 沒有什麼信心的感覺 那就2 真的嗎 這麼上面 不一樣嗎 因為我覺得 只要黑就不新鮮 好 後來問一下我們師傅 我們把蝦姐跟阿德答對了嗎 恭喜妳 答錯了 好可愛喔 答錯了 好 這一題都沒有人答對 都沒有人答對 來問一下師傅 正解是什麼 我們正解是什麼 這是黑色 青黑色是蝦子 它本身是那個 青苔 的時候它因為 殘留 對 殘留 還沒有被 還沒有 吸收完 所以它不是不新鮮 那只是青苔沾到 那黑就是不好 黑就是已經不新鮮了 對 氧化 已經用氧化了 氧化了 那成褐色呢 運送的時候有 黑色 黑色 那你真的很有可能 就會變成過敏原 真的 對不對 就要注意好不好 好 我們的蝦子現在也起鍋了 對不對師傅 玉腿炸好 精神要幹嘛呢 我們要做琉璃 琉璃 做琉璃 小媽 琉璃也能變成物 仔細看怎麼 我們的蝦子現在也起鍋了 對不對師傅 玉腿炸好 精神要幹嘛呢 我們要做琉璃 琉璃 要用多少的水 師傅 大概半杯 加入白糖 然後加多少量的白糖 好多 對 加下去 六小尺 麥芽糖 這個太棒了 真的 而且其實說真的 這一道菜我覺得小朋友 會很愛吃 真的 就是蝦 又是天啊 食材也不多 然後功夫很簡單 這是什麼 現在這是什麼 鹽巴 鹽巴 想要鹽巴 所以會鹹甜 增加一點點的味道 好 師傅 師傅現在在關小火了 有什麼撇步可以讓它延長 它凝固的時間嗎 因為糖衣其實很快就會硬的 對 所以會有一個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聽到秘密武器手準備就算好了 終於來了 秘密來了 請問 拔絲用的糖漿 在拌炒時候加入以下何種食材 可以延長糖漿的凝固時間 1 代糖 2 玉米粉 3 葡萄糖 3組請搶答 在等 我又按到了 真的嗎 每個人都在亂站 答得便宜還賣乖 對 我又按到了 不懂答案了 不要一直在按 我覺得玉米粉 就是好像比較跟其他 因為糖已經夠多糖了 對 都是糖 應該不可能再是糖 對 我們覺得應該是玉米粉 好 請問一下我們師傅我們的阿德 跟百榮姐答對了嗎 恭喜妳 答錯了 換了 我去了 我去了 另外兩組請搶答 豪傑哥 豪傑哥 這一次應該是答案3了吧 葡萄糖 為什麼 被3什麼偏愛 我哪知道為什麼 葡萄糖不是用打的嗎 葡萄糖 葡萄糖 請問我們豪傑哥答對了嗎 恭喜妳 答對了 恭喜 恭喜豪傑哥 要等到一個贊助 請搶答 葡萄糖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秘密武器 是不是我們的葡萄糖呢 各位 這葡萄糖 其實它是粉狀的有沒有看到 對 因為它是屬於單糖體 對 單糖體 對 它可以讓糖凝固的時間 比較慢 延長它的時間 但這樣子加了會不會真的 像他們講的會不會太甜 不會 不會 葡萄糖沒有很甜其實 真的嗎 都是泡泡 它現在已經被收乾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可以下金棗 金棗 它連皮一起 對 師傅 我們幾顆金棗 大概八 九顆 八 九顆 就看你自己個人喜歡 其實味道就是酸鹹 甜酸鹹 你看這個味道 怎麼感覺好像帶一點薄荷味 對啊 因為它本身那乾 它算是屬於 所以其實它帶皮的這個原因 在這邊對不對 對 它一翻鍋整個黏住有沒有 對啊 而且那個香氣整個撲鼻耶 對啊 像外面好像裹了一層玻璃 然後噗亮 噗亮 它這個荊棘還真的得帶皮 你們剛才會聞到青檸檬香有沒有 就是那個皮產生出來的香味 而且你知道它那個 亮亮的那個清透的 好像真的是琉璃的 對 真的耶 好 師傅開始擺盤了嗎 開始擺盤了 開始擺盤了 剛才那個 好好吃的芋頭絲 超脆的 白龍姐 這一道你可以學起來回去煮給女兒吃 真的 我覺得小孩一定愛 真的 就是小孩所有的喜歡的東西都在裡面 妳看看 芋頭絲可以當零食 小孩 小孩只會喜歡吃甜甜的 對 也喜歡吃炸的 奇怪 很亮的 很開心 大家看到了它拿起來之後 還可以再開心 我們是拔絲蝦 對 八十密碼蝦 因為我們有加了葡萄糖的關係 待會兒你們看它拿起來之後 沒有很快的凝固 對 如果你想要吃麥芽糖黏不開的口感 你就直接吃 但是如果你想改變口感 想要吃酥酥脆脆糖葫蘆 也可以冰鎮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這個杯子 你等一下就可以放這個冰塊是不是 冰塊冰水 可以吃金子 一道美食 兩樣吃法都在一個盤子裡面 真的 太棒了 想要怎麼樣吃任君選擇 四滴四滴 還有撒上白芝麻 再撒上我們的白芝麻 還有白芝麻 它會黏在糖衣上面 對 對 好多看口感 天啊 好想吃 你們要看它這樣子擺盤 撒上芝麻之後 連我們的荊棘也是一道菜 各位貴賓們 我們的金棗劉璃蝦現在 已經完成了 今天是我們今天的優勝 破天荒 接納歡迎 全國全勝 謝謝 謝謝大家 接著留理一下 現在上午菜了 接著留理一下 上午菜了 恭喜我們大獲全勝 今天大家歡迎 今天太棒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享用這道大餐 真的 師傅說也可以先從荊棘 荊棘配著吃 會有荊棘的香味 可以解膩 我想要進去給它撐罐子還沒 每個人吃的方式都不一樣 來先吃荊棘 你看我一夾兩個 就香香 水水滿足的 好貪心 阿德怎麼樣 我先吃荊棘 我聽師傅的話 那個汁爆出來 好汁 很汁嗎 怎麼會這樣 它裡面有汁 好脆 而且裡面的鹹甜甜的 鹹甜甜 鹽的味道在裡面 外脆 嫩 對 好Q 這個蝦肉 然後又甜又鹹 鹹甜 好特別 我們第一次聽到 吃到有一種鹹鹹甜甜的 蝦子的感覺 對 你是說什麼 我吃了 好 負責吃 我負責補充一個笑話 給大家自己 你們先看我的吃法好不好 你先吃 我加一點芋頭絲 然後這樣一起咬 你有蘸冰水嗎 有 它裡面會爆醬 真的會爆 而且它的芋頭絲 再加上它外面那個糖衣 完全是非常地脆 然後到口 嘴巴裡面的時候 那個溫度剛好把它融化 太棒了 真的 不是讓得虛擰的 我們非常期待它的笑話 好 好 有一天我要講的是 螃蟹 魚跟蝦 三位在一起 是 魚跟蝦要去賽跑 螃蟹就來當裁判 螃蟹就說 預備 氣 這時候已經生氣了 為什麼 你才是北七 預備 為什麼 魚北七 魚北七 所以就生氣了 好 好 你還是吃好了 你還是吃好了 好不好 你好棒 真的 不過還需要你講嗎 講了一段冷笑話 自己還是受不了拿來吃 真的 沙頭的醬 是不是 好 恭喜我們的小天使 把我們的師生獎盤 頒給我們的來賓 恭喜 恭喜豪姐哥 白龍和阿德 恭喜他們 在這邊 我們要再次的感謝我們的師父 葉師父 謝謝 遠從高雄來的 謝謝我們的來賓 今天皆大的歡喜 謝謝大家所有的來賓 謝謝 記得要尊重 晚上七點半到八點收看 我們超級好看的 新兵 敬請請 謝謝